近日 德州議會眾議院通過法案 將11月7號定為德州紀念共產主義的受難者日 一起來看更多內容 德州眾議員Tom Oliveson 主筆的眾議院第1057號法案 要求將每年的11月7日 定為德州紀念共產主義受害者日 是一天由俄羅斯人從俄羅斯政府取得力 而建立第一次共產主義 僅在過去的100年間 共產主義已虐殺至少1億無辜民眾 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事件 Oliveson 表示 這就是為何有必要 為這些寒冤離世的靈魂設立紀念日 上週這項法案以壓倒性的優勢 通過德州眾議院表決 現已递交參議院委員會審議 奧利布爾森表示 每當他有機會與逃離共產極權國家的人交談 就更能深切體會生活在 共產主義陰影下的悲慘與不幸 奧利布爾森擔心 美國的年輕人對這些暴行一無所知 比如在中國發生的活摘人體器官惡行 研究人員披露 這些無辜的非自願的器官捐贈者 在手術台上以極其痛苦的方式離世 對中共政權來說 活摘是一個秘密的充滿誘惑力的暴力行業 為制止中共強摘器官奧利森另外提出法案 禁止德州發放研究補助金 給予中國器官移植醫院合作的任何機構 他期待人們在11月7日這天 都可以反思一下共產主義的暴行 奧利布爾森敦促逃離共產國家的人們 都能站出來分享他們的人生經歷 2017年前總統川普將11月7日 設為第一個全國紀念共產主義受害者日 此後美國至少10個州推出類似法案 新唐人休斯頓記者站報導 坐下 一旦 在1950年 入場 不出口 是 旦 旦